新聞大白話年度破關解任務 任務一 訂閱新聞大白話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任務二 小額月費加入新聞大白話的會員 用行動支持優質節目 讓我們一起監督政府 各位好 歡迎收看三點鐘的新聞大白話 我是代班主持人王上志 在最近其實無論在政治圈 或者是在影劇圈都有一些 令人感覺到爭議十足的消息傳出 而共同的狀況其實基本上都是什麼 都是有一點所謂的假面被揭穿 就像在上個小時當中 其實盛美所提到的 很多的負面形象 或很多明著做的事情 但是可能內幕有不同的角度 我們來看其實就是在鏡周刊方面 驚爆了瑞莎 瑞莎的假面 第一道一位瑞莎都知道 在這幾年以來 她其實是從烏克蘭來台灣發展的一位女藝人 那麼從模特兒後面 包括在上通告時的大家對她非常熟悉 然後她也順利結婚了 那麼但是這次所踢爆的部分 是因為瑞莎過去在烏克蘭的部分 持續體操選手 那麼她在幾年前當中 包括在綜藝節目也不斷地表達 她對於台灣有關於體操的 這個部分的運動 她非常的關注 乃至於她後來在結婚之後 陸陸續續也都進行了對於 體操選手當中的這個運動的參與 那麼這裡頭主要是提到說 瑞莎她自己 她們自己有做了一個協會 所以同時在訓練 收費訓練一些 年輕的部分的體操選手 但是這一次在今年4月的時候 有Dcard的網友質疑 瑞莎她們的 她們的這個 她們的這個 對於社會宣布 宣稱說她們對於體操的貢獻 其實是有問題的 結果沒想到 這個質疑的貼文貼出來之後 竟然有遭到不明人士 在對於這個網友 提出了很多的恐嚇的批評 那麼於是在報案之後 檢察官調查發現 這個恐嚇網友的人 竟然是瑞莎的先生 李召開她的IP 那麼整起的事件當中 我們簡單的來看 快速的來看 包括指控的她說 瑞莎她們可能涉及到 苛構選手 那麼而且把選手 她們送去一些商業活動 就是她們幫忙訓練的選手 包括了比如說 收了30萬 但事實上是給三個遠處選手 再總共5萬塊錢 而且選手的服裝 裝法都要自行負擔 然後另外有許多的公款 因為她們是成立一個 韵律體操協會 所以這個協會的公款 跟公帳其實並不清楚 另外還有很多 包括賽前不開會 還有包括她們有收錢 卻自稱是無償教學 企圖在營造一個對外的 接近一個協會的向公益形象 可實際上金流是不清楚 那麼這個部分引起 可以說是影劇圈 還有體育圈當中 很多的注視 當然瑞莎有個最新的消息 我們來看一下 那麼瑞莎針對於這個外界的部分的指控 那麼她發布了臉書 在不久前 就在剛剛之前 她寫了非常常 提到了她自己 究竟是最近都是在自己的房間哭 她都吃不下 那麼有非常多的壓力 明明那麼多的用心 但是看起來還是不夠的 她說瑞莎說 她是不斷的被同一批人 甚至是盡心盡力 曾經她想幫助過的人的這些人 用惡毒的言語攻擊 現在又一次了 意思就是說不止一次攻擊他們了 那麼她相信大家會自己來判斷的 而且她再次的強調當中 她說如果學生們或家長們 不想跟他們一起來練習韻律體操的話 她將會尊重他們的選擇 那麼如果要fight 要fight自己 所以這裡頭她還表達了 只是想為這片土地做出一點貢獻 那麼因為現在最主要是 這個消息傳出之後 據說有八位的年輕選手的 跟他們的家長離開了瑞莎的部分的團隊 這個究竟怎麼回事 盛梅 這也是跟我們前面談的主軸有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一直以來 我相信觀眾朋友對瑞莎的一個印象 過去因為她是一個藝人 當時她在演藝圈也有非常多的作品 也參與一些電視電影的演出 那之後我們聽到她的消息 都跟這個訓練體操學手有關 我還記得上一次的這個新聞是 她就哭了 她覺得說她自掏腰包 培養這些孩子們 可是她認為台灣的這個體育環境 其實是蠻艱困的 我記得那個新聞是打動了很多人的心 我都很被打動 對 而且我們相關的這個政府部門 還特別接見她 然後聽取她對於這方面 到底我們要改善的是什麼什麼地方 因為她也取得中華民國籍 所以她也特別強調她是愛我們這個土地 然後希望能夠培育下一代這個體操選手 但是在今天投訴的內容當中 因為很多是很細節的事情 包括了她的瑞莎這個體操協會裡面 商演是30萬 但是給這些表演的選手只有5萬之類的 這都是一些 恐怕都是跟她的報酬有關的這些問題 但是我在裡面也看到一些狀況是 家長 也就是這些孩子們的家長 他們抱怨了一些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他們說瑞莎其實離開這個體操界有20年 那我查了一下資料 的確瑞莎是很小的時候 是烏克蘭的體操選手 然後得過8次的全國冠軍 不過她是在16歲左右 因為受傷的關係 也就是說 為什麼我對於瑞莎成為這個體操教練 我也有點好奇是 我們都知道 基本上這個教練 都是大概退役不久的 他要在體育界 要蠻長蠻長的時間 沒有錯 他對於體育界的一些改革 他也很清楚 因為有家長抱怨 就是家長說 他就說 因為你離開了體育圈這麼久 那有關於這個體操表演 它的規則其實改了 那瑞莎 她現在教孩子的 還是過去的那種表演的方式 因為都會有一些新規則 甚至包括一些新的技術 當然 包括有等等新的一些美感 因為她是韻律體操 這些可能都會有一點 是不是有一點落差 因為現在這件事情 雙方是各說各話 而且瑞莎已經透過她經濟公司說 要提告要捍衛自己的權益 只是我覺得家長這樣的一個控訴 一定有他們的理由 現在看起來對 因為瑞莎在台灣 她有滿長時間 多半其實是在演藝圈 跟代言之類有關 然後是這幾年 她才開始培育這些小選手 所以恐怕家長有一些抱怨 是不是雙方沒有辦法溝通 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家長也講 瑞莎在我們大家認知裡面 雖然她現在算是教練 我們認為她還有大部分 60%的身份還是藝人 我想這個沒有爭議吧 對 藝人有好處的地方是因為 她畢竟在新聞上 大家一看到瑞莎 就會關注我們的體操 我們的這些孩子們的表演 這是好事 但同樣的 畢竟表演歸表演 比賽歸比賽 對於這些家長 他是要培養這些孩子 能夠去比賽的這些家長來說 他還是覺得商業表演 不在我為孩子規劃的未來 所以家長不是有控訴說 你要去表演 你接著這些商業 可是這都是孩子在上課的時間 瑞莎的公司也有解釋就是說 我們缺乏經費 我們也希望有贊助商 能夠讓孩子有更好的空間 總之我覺得這是雙方的爭執點 將來恐怕透過這個司法 但是我還是要說回來 這件事情對瑞莎 以及她經濟公司 以及她所謂體操協會 是有很大很大的傷害 你前面也堆得很高 這我常講 沒錯 公眾人物常把光環放到最大 既然你享受了這麼大的光環 那我們就要高標準的 檢視你了 我現在檢視你的標準 不是你是藝人 是 你是體操教練 那體操教練 就跟藝人是不一樣的 而且這裡頭還有一個爭議 除了剛剛我們講說 確實是 他把小朋友帶去做商演 不是說不可以 確實我們也可以理解募金費 但這裡頭那個拿捏 其實還是要謹慎一點 此外還有一個 現在可能就涉及到 是一個案件了 是什麼呢 就是剛剛所提到的 對於網友披露的 這個部分的指控 但是卻沒有想到 有人匿名的IP 去恐嚇這個披露的網友 我現在被查到 事實上是 是她的丈夫李兆開的IP 所以這裡頭有關於現在 整個這起事件 就不只是他們這個事件 也還有一個案件 這個案件的法律訴訟的案件 就是為什麼是她的先生 要去做這樣的事情 當然現在其實有很多的討論 大家也都在重視 目前就像剛剛提到的 已經有八位選手他們的 跟他們的家人 已經集體解約了 那麼有關於這個指控事情 確實也進入一個司法程序 瑞莎是說她會尊重 檢察官調查的部分的結果 當然其實瑞莎在先前就像說的 她確實是很少數從一個藝人 包括通告跟偶像 或者是包括模特兒的 這樣子的藝人角色轉型到 竟然能夠深入有關於台灣的體壇 而且確實受到重視 剛剛聲明講 包括政府也對她很重視 在先前位於體操選手 因為體操畢竟在台灣 還是相對比較弱勢的運動 確實是如此 所以這裡可以看到 她在先前甚至還有跟 蔡英文總統的 互相的對話的回應 那麼瑞莎曬了美照來祝賀國慶 就在今年國慶的時候 那麼蔡英文總統還特別回應說 謝謝瑞莎或台灣所做的一切 我們都以我們的國家為榮 可以說她所獲得的非常高標 她另外一方面 中選會的年底四公投的宣導大使 竟然也是瑞莎 所以感覺起來瑞莎總體談 也還開始有點碰了一些政治 民生的這個部分滾動 感覺瑞莎 感覺起來瑞莎還是滿有企圖心的 她並沒有迴避政治 然後她也甚至在很多重要事件 在國慶跟公投上當中 也懂得在她的民生上當中 有一點點功成略地的味道 當然你說沒有迴避政治 我覺得說得非常好 但是我的想法是 也滿政治正確的 為什麼要這樣說 就是說你知道其實在這個 我們常講體育歸體育的 然後政治歸政治 可是美道不論是奧運也好 或者是亞運也好 或世界級的比賽也好 你很難撇清有關政治的這個角力的問題 那瑞莎這幾年獲得的這個光環 是不是多多少少也跟她每一次都在適當的時間 站出來做一個表態也有關係 但我覺得正面來說她已經講了 她就是喜歡台灣然後培育我們的下一代 但相信之下 因為瑞莎三不五時就會哀嚎說 這個體育界其實資源的分配也是很困窘 然後這個不公平之類 可是你跟其他的人比起來 瑞莎已經很有光環了 是不是 我們要持平一點點講這件事 但這裡頭我不僅剛剛提到有關她的這個政治 我想其實在奧運的時候大家都知道 其實瑞莎當時為了要幫台灣的選友加油 她就提到她就在她臉書上PO了中華隊加油 可是引起討論說你怎麼不是台灣隊 就是說政治其實還是不是很好碰的 中華隊加油有什麼錯 可是在當時的在這一次的有關於 在東京奧運的過程裡頭 有關於中華或台灣這個當中 這種政治的符號或政治的這種爭論 也一直伴隨著這個體育在進行 其實瑞莎也沒有辦法逃過 所以感覺起來其實一人要碰政治 不只是要有點政治的智慧 其實風向當中掌握好像也不是很容易 可是剛剛你是不是也提到了一個刑事案件 指的就是說在網路上就懷疑 我們現在只能這樣講 因為畢竟司法還沒有判決下來 是不是有網軍在當中煽風點火 而這當中又涉及到是瑞莎的先生 可是各位你還記得嗎 前面有一波新聞是反過來的 因為之前有關瑞莎的爭議 不是現在才有 是前面幾個月就有人控訴說 瑞莎她不是從小就培養這些孩子 她都是這些孩子已經有一些成就之後 就去挖腳各位記不記得挖腳那個經文 然後當時因為這些負面爭議出來的時候 瑞莎還滿生氣的 她就提告然後就發現說這些在網路上 提出控訴這些人去查出來的這些網友 就是一些反對瑞莎的包括選手也好 包括教練也好 所以為什麼到現在雙方各執一詞 就是瑞莎覺得是有一些人不喜歡 她在這個圈子裡面做這個教練 然後栽培我們的下一代 然後所以就透過一些網路上的力量 給她壓力 但是另外一方面人會覺得說 你本身就是利用這個光環 我們今天不能講說她財務上 因為今天畢竟控訴會比較重 就是說你這個基金會 或者你這個協會本身的財務不透明之類的 要有證據才行 但是我要講 對 因為這個東西涉及到司法要有證據 但我們今天我認為主軸就在於就是說 如果你各方面你都是政治正確 你各方面都非常好 然後你堆疊出來的這個形象 也讓大家覺得真的很了不起 但是請不要忘了 我們就會高標準的去檢驗你 這也是瑞莎今天壓力這麼大的原因 所以是不是也跟現在王立宏事件一樣 他就也是一個 如果你的人設 你的人設沒有拿捏好 你自己這麼高標準的 而且你又那麼漂亮 其實確實是公認的 所以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一旦你如果發現你 你對於體操選手 你先前的付出 你先前所有的光環 包括政治 包括蔡英文總統 都來為你的光環背書的情形之下 但是結果你可能 竟然還是在金錢上 包括你的先生可能互欺欺欺欺 但是對於網友的這種恐嚇性 他還是涉及的法律 那麼這些其實就 終究是不可取了 對 所以我真的非常期待 這件事情 不論透過司法的方式也好 透過各種方式 希望給社會大眾一個交代 包括學生的家長 希望有個交代 還有我們這些 對瑞莎有高度期待 跟對瑞莎能夠做這些奉獻 覺得很感恩的人 會覺得如果你都是有 這樣的一個光環之下 如果中間有一些 不對的地方 還是希望能夠調查清楚 我這裡講一個小故事 剛剛提到王力宏 對 大家有沒有發現 王力宏基本上 所有公開的照片 都很棒 都很唯美 對 我今天還是跟那個 拍攝過王力宏的攝影師聊 我就說王力宏皮膚很好 他說不是你自己要看 他皮膚很差 我說天啊他也一樣 都有化濃妝嗎 倒不至於濃妝 但是他是一個 在表面上 可能跟各位 感覺上他很親切 大家好 什麼之類的 表現出來就是很親和的 一個偶像明星 但是我一個朋友 就是這個攝影師 有一次有一個過年的時候 他出國 剛好在機場碰到王力宏 因為他是以這個 小粉絲的心情想 看到王力宏了 所以就拍了一張照片 王力宏非常非常火大 就過來 然後就問他說 你憑什麼拍我 你憑什麼拍我 你把照片拿出來 那我這個朋友 他本身也是媒體記者 他當下有點嚇到 就是跟你平常表現出來的 優質偶像的 彬彬有禮的概念 不太一樣 然後近距離看到王力宏 也沒那麼陽光 根據接觸的 這位媒體記者說 看起來很暗黑 也就是說 當他沒有了包裝 沒有了化妝 沒有了蘋果光 看到的圓形的偶像的狀況 恐怕都不是我們能夠想像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從前面討論 這麼多公眾人物 不分政治圈 隱聚圈 到今天其實已經跨到體育圈了 對 都有一個字就是 那真實面有多少呢 到底是怎麼回事 對 所以其實有關於這種 我們都可以知道 政治人物的形象 包括公眾隱聚圈的 這些明星的形象 大家在共同的群眾的目光的追捧 跟追逐 以及迷戀 甚至迷戀之下 其實讓他們形成很大的光環 但是究竟這樣的人設 進不進得起考驗 他們的私德 他們的私生活 乃至於他們私下的待人處事 究竟有沒有可疑之處 那麼今天我們剛剛提到瑞莎這個部分 我們呈現提醒各位 這個部分是 並不是對瑞莎的批判 剛剛瑞莎她自己的最新消息也說 可能是同一批人一直對她 從事運力體操有意見的 這些人當中持續的在攻擊她 所以雙方大家應該要秉持 一個公平的角度 繼續多了解事實的部分內幕 這裡我們特別提醒各位 那麼還有更多其他的政治議題 我們的輝文哥 還有我們的寶貞都已經到了 我們稍微休息片刻 再回到新聞大白話